平交道上一輛貨車被柵欄卡在中間 動彈不得 仔細看上頭還載有兩匹馬 眼看火車就快到 司機腳踩油門 撞斷柵欄脫困 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到 貨車就停在平交道上 正要左轉但都是車 進退兩難 事發就在週六下午4點多 兩匹馬從新北英哥 要運回淡水的馬場 經過尖山普路平交道時 司機表示警報器還沒響 柵欄也還沒放下 因為前方路口堵車 才會臨停在平交道上 後來警示聲響已經來不及 只能撞斷柵欄逃開 據瞭解這輛貨車是新北季警隊 參加活動之後為外運送馬屁的貨車 卻沒想到司機載到一半 卡在平交道中間 這回駕駛不僅違反倒交法 將處最高9萬元罰還 調扣駕照一年 還得面臨賠償柵欄損害費用 所幸之次有驚無險 一人兩碼平安無事 三立新物理貫置純淵安 新北報導